大家好,欢迎收看本视频 我是千锋云计算学院阳哥团队的王老师 上节课中主要讲的是通过配置文件的方式创建桥接网络模式 本节课来讲通过配置文件的方式创建NET网络 首先我们先将默认的NET网络的配置文件复制并给它命名为新创建的NET网络的名字 我们叫NET1.xml 然后对这个文件进行一个修改 通过这个文件去创建 首先我们先登录到我们的宿主机 那么接下来所有的操作都是在我们宿主机上面进行的 第一步我们先进入到这个存放配置文件的目录中 EDC LibreWord QEMU下面的Network cp default改成nate.xml 我们对这个新生成的nate.xml文件进行一个修改 首先我们要修改它的名字 这里的名字是我们default 也是我们默认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给它修改成我们新创建的网络模式的名字 叫nate然后我们的uid也要进行一个修改 因为它也是唯一的不能冲突 我们修改成7随便修改一位 这里的模式就是你的网络模式 我们现在指的就是nate的网络模式 如果将这一行删掉 将mode这一行删掉 就是我们下面的isolated的隔离网络模式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删了 下面我们的接口也要修改 我们不能和默认的网络模式接到同一个接口上面 这里我给它改成1 然后mark地址我们也要进行一个修改 mark地址同样只能修改后三段 也就是我们后面这六位 这里我进行一个随便修改 修改一位就可以了 下面是定义网关和它的子网 这里的ip地址因为是我们新创建的一个网络 所以ip地址我们可以自定义 124是我们默认的 这里我改成120 dhcp下面这个range 这是我们定义dhcp地址池的范围 地址池的范围 我们这个地址池的作用是什么呢 可以为我们新创建的这个网络 nate网络模式 分配一个 分配我们定义这个范围内的ip地址 120.2开始到120.254结束 好 那么到这里我们的配置文件修改完成 修改完成之后 保存 退出 重启一下我们的服务 liberwork地 大家稍等一会儿 我们这个启动的时间比较长 启动完之后呢 我们调出它的图形管理界面 调出图形管理界面之后呢 选择我们要添加这个网卡 新创建的nate网卡的机器 我还是给vm2这台机器去添加 选中vm2双击打开控制台 然后选择硬件详情 这个小灯泡 然后点击添加一个新的硬件 选择我们要添加的network 选中之后 从上面点选中这个小三角 然后点击我们新创建的这个nate 那是我的事 选中之后呢 我们选择finish 他说现在呢 我们这个nate并不是活动状态中 那你是不是现在要把它启动 我说是 启动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这里 把你的虚拟机启动 让它运行 我们在这里呢 需要稍等一下 它启动的时间呢 稍微长一些 启动了之后 我们进去 进到虚拟机里面 去查看一下 它有没有多一块网卡 它的IP地址 是不是我们定义的 这个范围内的IP地址 输入用户名 密码 IPA看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ETH0是我们默认的网卡 然后ENS9是我们新添加的网卡 它的IP地址是 192168120.87 那么我们来ping一下我这台机器能不能正常上网呢 OK没问题 我们是可以正常上网的 那么到这里 我们新创建的这个网络模式 NAT1 就已经完成了 包括我们如何去给虚拟机添加网卡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不想要这块网卡 我们该怎么删除呢 先将它关机 关机之后 打开硬件详情 选中我们要删除的网卡 我们要删除我们新创建的NAT1 然后选择remove yes 好 到这里我们的删除也就结束了 我们创建NAT网络方式 就是通过修改配置文件去创建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创建Isolated的隔离网络模式 同样我们也是通过配置文件去进行的一个创建 首先第一步还是CP 我们Default作为这个模板 然后改成 isolated200.xml 我们要创建的这个隔离网络模式 vmiso 我们来编辑这个配置文件 进来之后呢 同样我们进行如下的操作 名字我们给它修改为 isolated200 就是我们这个网络隔离模式的名字 uid我们进行一个修改 mood这一行 注意这里我们需要将mood这一行删掉 接口 同样我们也要进行一个修改 mark地址 那么这里的ip这里的网关呢 我们再重我们这里的ip地址呢 再重新定义一个 上一个我们定义的是我们net定义的是120 我们这次呢定义为121 我给它定义为121 我们D指持的范围就是从121.2到121.254 好保存退出 保存退出之后呢 重启一下你的librewordd 启动完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查看一下现在所有的网络 我们可以用wars.net.list 嗯 我们现在只有default和我们新创建的nete这两个网络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通过命令将我们的isolid的200 我们给它启动起来 好 started 启动了 然后呢也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 给它设置 out to start 自动启动 然后我们已经设置为自动启动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wars.net.gun.list 嗯 isolid的 它的状态呢也是活动状态 是不是 自动启动呢 yes yes 是的 那么如何添加呢 同样还是选择你要添加网卡的讯迹 我们重新调出我们的图形界面 然后选择vm2双击 打开点击硬件详情选择add 然后点击 然后点击network 它突然之间就变长了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那个名字就很长啊 找到我们isolid的 然后我们finish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网卡呢就添加成功了 同样你还是可以把它运行起来 那么下面的命令呢是查看你这个虚拟机的网络接口信息啊 我们需要运行起来虚拟机之后呢执行这条命令才能看到它是哪个接口啊才能看到它是哪个接口包括它的mark地址 好我们vm2已经启动了 那么我们来敲这条命令 warsdumaniflist跟上你要查看的虚拟机的名字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一共有两 我是不是用了两个网络 一个是vnet0 还有一个是vnet1 vnet1 这个接口是我们的isolid的 这是它的mark地址 然后我们第一块网卡呢是vnet0 它是默认的 网络模式 它的mark地址呢是上面这个 好 那么到这里 我们的net网络模式的创建和我们isolid的隔离网络模式的创建 以及我们添加如何添加网卡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那么下面呢是我们vrb20的dhcp 这里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vrb20是我们kvm默认创建的一个bridge 它的作用呢是为其连上虚拟机网卡提供net访问外网的功能 在我们vrb20上面呢默认分配的一个ip地址 这个ip地址呢是 是我们默认net网络的第一个ip地址 就是.1 它的作用呢是为连接上其他虚拟机网卡提供dhcp服务的 那么我们vrb20呢使用一个叫dnsmasq这样的一个服务来提供dhcp的服务 我们可以在宿主机上面呢查看它的进程 我们通过ps的命令 首先在这里我先清一下屏 ps-erf 我们过滤一下 dnsmasq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命令是usersbin下的dnsmasq 然后它的配置文件 是vr下librelibreword下的dnsmasq 下面的default 我们在vr下librelibrewordddnsmasq目录下呢 有一个vrbr0.status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我们虚拟机呢获得dhcp地址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文件看到相应的信息 可以看到相应的信息 那么这里呢我们cd到存放配置文件的目录中是在呢 vr下的libreword下面的dnsmasq目录中 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找到virbr0.status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我们来cat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ip地址是多少 它的mark地址 这是它的到期时间 还有hostname 那么hostname这里呢 是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设置 如果我们不设置hostname 那么这里呢它是不会显示的 我这里之所以显示是因为我的hostname 我的主机名 就叫192 就叫192 好到这里我们本节课结束 同学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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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节课